哈囉我是Amy 我們是Amya 今天帶一個閃亮的新家 是不是很漂亮啊 後面還去擺了一大片花之類的 對啊 我想來收的很感謝 新店開幕 我們還要另外找時間拍 對 我們會另外找時間拍Room Tour 然後就是會員吧 也是啦 畢竟把家裡整個公開不太好 我們呢 今天但是要講一個很 比較 灰暗的話題 有一個範範有名的說法 你應該有聽過對不對 就是三對夫妻中有一對是離婚的 就在日本嗎 這個數字其實不能這樣解釋 最新的數字是2019年 他有59萬對夫妻離婚 但是呢 只有20萬對夫妻結婚 所以他那個其實是對夫妻嗎 所以單純就是對 單純不是你今天結婚了 我們有三分之一的機率是離婚 不是 是當年結婚的對跟離婚的對的比而已 如果你算成人口千人中幾個人離婚 這個數字是1.69 所以等於說1000個人中才會一個人 然後美國這個數字是2.5 然後韓國是2.1 喔 差不多台灣的數字 可是台灣自己說 台灣官宣說我們已經是亞洲之官了 對 台灣好像很常離婚 對 就是 可以請台灣人 可以請台灣人 我沒有看你 我只是想說我們可以請台灣人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好 第一個他們蠻多 open marriage 就是默許外遇 或是有外遇 各玩各 對對 各玩各 或是老公玩 老婆這隻眼 B字眼 或者是老公玩被抓到求原諒 然後求原諒 然後求原諒 對 蠻多這個Case都不會走到離婚內部 很多啊 對 然後還有就是真的個性不合的時候 有精進的你的女生就會選擇分居 或者是老公願意的話 就變成說老公自己搬出去 什麼的 就大家各過各 可是沒有去辦那個手續 對 還有就是非常非常多是 他們叫做家庭內別協 你進入這個家門 可是你完全沒有跟那個人講話 你也沒有跟他有任何生活的交集 可是問題是他們還是會做飯給你 對 你不覺得這超級奇怪的嗎 就不會一起吃喔 可是還是會做他的份 然後比如說趕放 就不會拿到他的房間去吃 好奇怪喔 對啊 但他們就是不講話 就是可能盡一個義務的那個概念吧 通常是因為老婆是家庭主婦啦 他沒有信心說他離婚 真的跟老公鬧飯 然後搬出去之後 他不知道他住哪裡 我自己看了一個問卷 所以說有44%的男女 都曾經經歷過家庭內別協 好多 其實離婚證書算是不用寫理由的 真的喔 對啊 你看大家都不知道 這一定不知道嗎 為什麼不知道 也是 因為你結婚也不用寫理由 對啊 他們就頭都跟交結婚的那個表格 跟離婚是一樣的 就是長的一樣 就是你兩個人結寫 然後住室結寫 然後證人兩個 簽名 就這樣子 你結婚沒有問理由 你離婚也不會問理 市面上統計的結婚理由都是調解題 第一名的理由 不管是男女都還是 性格が合わない 就是個性不合 可是我看了一下台灣的一些報道 台灣好像還是 是戶倫關係比較多 你說有外遇 台灣好像是男女有外遇 比較好像比較多 但日本其實 男生的離婚 異性關係排在第四 然後女生也只排在第五而已 可是 就是不管他有沒有遇到那個 他的第三者 他都已經受不了了吧 應該會是 沒有我的解釋是 我覺得日本人不會因為異性關係的離婚 對他們來說 這不是一個大問題 有 離婚律師又舉出很多例子啊 第一個是 溝通不良 有一個很紅的網路漫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叫做 妻の飯が不足で離婚したい 有 這也是一個非常發人生前的現代預言 因為 這看起來很像是 你好像在抱怨老婆 老婆煮飯給你吃 你為什麼不感謝 還在那邊說 妻の飯が不足で離婚したい 這個下去你就會知道 因為老公呢 是一個想要吃好吃的東西 對 然後他可以接受 比如說 你雷豆 最貴品也可以啊 但是要好吃 對我們去吃便宜的拉麵也可以啊 然後他都會幫老婆說 那沒關係 那我幫你做 或者是 那我買過來 或者是我們一起上館子 一個月一天就好 因為他老婆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把錢花在 吃好吃的東西上 就是價值狂 對 就老婆 老婆 而且老婆 就有點只會回家說 我怎麼想要 然後你在看那個 你在看那個漫畫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 天啊 我絕對不要跟這種人結婚 對 就是後來好結局 有點忘了 那我只是覺得說 日本人因為他們常常有 原生家庭嘛 那光是這點小時候 他們就會認為原生家庭是 絕對的正確 喔對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出原生家庭 以外其他事情 壞成了價值觀 對 然後像我以前離婚的時候 我也是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意見 就是我一旦表達意見之後 我的前夫就是會 他就會用一種就是刺傷你的 方式來表達他不認同你 就是你其實不認同我可以 可是你為什麼一定要 對 你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你有其他的表達的方式 導致我沒講的話就是 就是呈現地雷的感覺 我就懶得講 你知道嗎 我就再也不講 什麼都不講 所以他們真的是很不會溝通 那個名字 是一個很verbal的名字 你看就連那個 那個 舒適啊 都有一些說什麼 言語化する能力 就是他們就覺得 要怎麼樣才能把自己的想法 表達成很嚴 這件事情很難這樣子 然後 當年我離婚的時候 也是第一關就是律師就建議我說 你 因為他一直說 我沒有給他理由 可是我明明就覺得我講了很多理由 然後所以律師就說 那不然你寫一封信給他這樣子 好 然後還有其他的理由就是 比如說跟原生家庭太緊密 就等於說 如果你今天是從別的縣市來 通常就沒有問題 可是 像不是我前夫人還是做神奈算線對不對 就我不是就被迫搬到 離他老家附近只有10分鐘嗎 而且他也是每一個禮拜回家的 可是那個是不是南方比較多 這種問題 NONO女方也有 真的嗎 就我有一個同事 他的第一任老婆 是某一個縣市的氏族 你知道日本的某個縣市 他們有一些武士的後代 然後他們都會非常大的高傲 他到現在還是覺得 他是統治那一個地方的選角 所以他們家就是會變成說 看不起別人就算了 然後他也不是結婚前講 是結婚後一年就說 那你們家的姓很多啊 我們家的姓很少啊 你信我們家的姓吧 哇塞 都已經結了耶 你要嘛 你結之前講嘛 對 他就是像是一個 当たりまえでしょ 他就覺得 這東西你可以做到吧 對不對 你家那個姓 根本就不值得 對對對 像小鈴一樣那種的 就是不值得啊 為什麼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很堪気悪力啊 然後他再看到他們那家的相處方式 跟那種 對別人的那個態度 然後我後來我聽女方說 因為我們家是卡卡天卡 就說他們那邊的家是老 可能是媽媽的家族是無視的後代吧 所以就是對老公一死氣死癢 所以那個也讓就是他的老公 有一種 衰端 對對對 反正其實女方跟男方都有的 就是假如說你是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通常的人也是不太能接受 再來就是某一方看不起另一方 不是只有婚姻的問題嗎 這個一般人性關係都會出問題 不是一般人性關係他們看感覺出來 可是你至少還可以 就不用一直跟他在一起 對對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結婚了 然後那個東西就會很明顯的表現在做任何事情上 我覺得像我的前夫就是這樣 他其實他有說過台灣人是下等名字 應該怎麼講就是我本人不覺得 所以我其實也還好 我沒啥感覺 而且我覺得他有一半是要說來刺傷你的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很自卑搞很高的 就是他必須要這樣子來保護他 不是你要知道自卑的人就是他覺得他比別人更好才會自卑 他覺得自己照理應該要站在別人的頭上 但他沒有所以他才會自卑 但是你就是要想 但是你就不要想你要站在別人的頭上 你就不會自卑了 對啊你就是沒有那個 才條 對啊 不是就算你有這個才條 不用站在別人頭上 不是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是有才條 你就不會想這麼多 他就會去做一些他在做什麼 真的真的真的 對 所以就常導致常常試傷我 對 還有一個是經濟問題啊 就是雙方都很窮 或是雙方都有錢 最容易離婚 今天我是因為戀愛結婚 然後又雙方有親切的人 那那個就比較危險了 你不覺得嗎 就是 至少啦 就身為女生好了 今天你如果 有經濟能力的話 你就會覺得你不想要忍耐啊 對 對啊 然後你當老公同樣經濟的人 他就會想說 為什麼我要 為什麼要跟一個很 很不受教的女生在一起什麼 很麻煩你知道嗎 對 所以其實特別是在日本的這個比較傳統社會裡面 又更容易啊 因為女生普遍的薪水都比較低嘛 所以反正這也是比較容易離婚的狀況 假如說你今天要離婚的話呢 在日本離婚 你真的可以從現在開始認真聽我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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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